当兵,服兵役,这么严肃的事情,在韩国队和孙星明这里,却成了一个玩乐,成了一个被调侃的对象,此前不久的俄罗斯世界杯, 因为孙星明无论是哭泣的画面,悲伤的画面,甚至以前的照片,都会被各种PS,中国一群脑洞大开的球迷,各种调侃孙星明的当兵设想,对于韩国运动员来说,兵役制度简直就是一个哼人的设置,当兵当然是光荣神圣的,但是社会分工不同,运动员可以在自己的领域,发挥自己独有的价值, 但是韩国规定所有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,现在更是强调要在28岁以前,这让很多运动员,遇到了挥之不去的梦魇,如果是当兵,两年时光不能接受系统的训练,待到重岛职业球队,那基本等于非了, 韩国足协允许有两支球队提供给球员,广州上午和崖山木槿花,但是水平有限,无助于运动员保持和提高实力,也因此,更多的人选择尽可能的避开兵役,办法就是拿到好成绩, 韩国规定,奥运会上拿名次,亚运会上拿冠军,世界杯上拿冠军,可以免除兵役,但对于孙星明来说,此前一次亚运会夺冠错过了,奥运会没能进入前三,至于世界杯,冲击冠军更是不可想象的失望, 也因此,这届亚运会成了孙星明唯一的救命稻草,必须拿金牌才又希望免除兵役,否则只能暂时放弃,这次合同两年,回国当兵,这次亚运会,孙星明必提供于一,即,竭尽全力,要拿到好成绩,作为队长的他,帅队击败伊朗挺先巴强,兴奋至极,战胜伊朗,韩国队离冠军又进一步, 或者准确来说,离全队免除兵役又进了一步,如果能够顺利夺冠,那么孙星明只需接受一个月左右象征性的军事训练即可, 但如果未能夺冠,比如假设中的假设,决赛被中国队击败,那么孙星明就必须当兵了吗?其实也不然,还有一条路,即明年一月的亚洲杯,韩国没有规定亚洲杯夺冠可以免除兵役, 但是韩国总统有这方面的特级权利,比如2002年世界杯,按规定拿到大力神杯才能免除兵役, 但是韩国队拿的第四就已经让全国沸腾,使任总统认为国家对贡献足够大,于是道比一辉,让安真欢等人免除兵役, 如果这次亚加达亚运会,韩国队未能夺冠,那么最后一条路就是明年一月阿联酋亚洲杯夺冠, 然后期待总统文在寅能够成人之美,特批国家们免除兵役。 当然了,后者目前来看,只是一种希望。